字幕 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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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蘇海欣UNUS 聽說今天有個香港原生步驟 回到挑戰場試驗我 放馬過來吧 請在指定的六個地點 找出香港的原生島鵑花 集齊這六個地點的所有原生島鵑花 先算是完成挑戰 第一站就是城門的標本林 不過香港的六種原生島鵑花 其實無論形狀或是顏色上面 其實都有點不同 就像剛才看到的藍花島鵑 它的花原本是粉紅色至玫瑰紅色 不過之後就會慢慢變坦 變成白色至粉紅色 它的花瓣帶有黃色至粉紅色斑點 葉圓還會反卷 不過要找到它也不容易 因為它只會出現在裸銀 又或者峭壁的貫蟲 來到這裡真的有點累 我們現在來標本林還有一段距離 暫時都是未見有道鵑的蹤影 看來我要再努力一點才行 走到今晚 讓我介紹第二款的原生島鵑花 就是無葉島鵑 它最早出現在1849年 整個出現在馬鞍山、太平山、大嶼山 它是六種原生島鵑花裏面最香的一種 它的花通常都是白色至坦粉紅色 而且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植珠會掌出眼毛 也是我最想看到的一款 走那麼久終於到 看到有花就有希望完成第一個任務 承換標本林 現在就跟進去找六款原生島鵑花 完成我的任務 在香港發現的植物 目標就是這裡 去找找 這款就是香港島鵑 香港島鵑第一次發現 就是1847年至1850年期間 它的花就是呈現白色至淡紅色 有時是淡紫紅色 而它的花粉就是呈現粉紫紅色 不過它的分寶比較局限 想找到也真的有點難度 剛剛就找了一款香港島鵑 現在就找到剩下的 這個 我知道它一定是紅島鵑 還差幾款 看看 嘩 華麗島鵑 一轉找個新 我就找到了 這個是 楊角島鵑 現在找到四款 嘩 找到了 毛葉島鵑 其實除了剛才我找到的幾款原生島鵑花之外 還有蘭華島鵑 這次我們都蠻幸運 可以找到這幾款原生島鵑花 但原來這裡除了原生島鵑花之外 還有其他品種的島鵑 都蠻漂亮的 好 香港果然很適合島鵑花生長 由荃灣來到大埔都見到 剛剛在城門标本林 我就已經達成目標 來到交道理農場 我又怎會空手而會 剛才的腳骨力 用上在城門标本林 現在都真的很累 不過為了找到交道理農場的原生島鵑花 我是不會放棄的 我才找到一種 它是楊角島鵑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楊角島鵑的顏色是紅色至坦粉紅色 它的花瓣會有黃色斑點 它的花絲和葉葉都會有少少毛 除此之外 整棵花都沒有毛 不過它的分布比較局限 在馬鞍山、鳳凰山和菇膠藤都有它的蹤影 又讓我找到一棵 都是楊角島鵑 還長得這麼高 島鵑可以說是香港常見的植物 基本上區區都有 而馬鞍山有三寶 分別是礦石、黃金和島鵑 既然這裡是生產島鵑 原生島鵑花也不是很難 這裡很多,一起看看 這個郊野公園都很大 要走運都需要一點時間 大家給點耐性 剛才都找到 沒理由這裡找不到 前面就是紅島鵑 還不讓我找到你 紅島鵑的顏色是鮮紅色的 而它的花粉就帶有暗紅色斑點 而它的葉餅、花筋和花褲 都是帶有啡色的帽子 香港和華南地區就最常見 不過它是含有毒素的 所以如果用在原藝和中草藥方面 就要小心 紅島鵑就找到了 現在就爭虎無葉島鵑 遠處角落競行就應該找到了 Let's go 終於找到無葉島鵑了 無葉島鵑一般都會在高海埔的地方會見到 而它的花就比其他島鵑來得大多 看看它的葉子更會比較厚和有毛 剛剛就看完無葉島鵑了 而其實馬安山這裡還有一種華麗島鵑 而華麗島鵑的顏色就是紫紅色粉紅色至到淡粉紅色 它的花粉就帶有紫紅色斑點 它的花醉和其他花就不同 因為它只有一朵花 而且它的油脂、葉、葉餅、花筋、花顎和果實都帶有瘦色的毛 一路進來延南都見到很多杜鵑花 果然是全城都有 來到這一站要找紅杜鵑有點難到我 十分鐘之後一定搞定 在我未找到紅杜鵑之前 我也要偷懶 讓自己在這裡心礦神移一下 你看這個地方又大又有些涼風 最重要是什麼 有花可以看 又可以曬太陽 挺舒服 看到這一片這麼紅這麼長眼的 還不是紅杜鵑 我發現原來紅杜鵑也挺容易找到 你看看它開得多漂亮 咦!又是順風時間 考了這麼多站 應該是最後一站了吧 請去第五站窩打老道 找出那裡的原生杜鵑花 立即行 已經來到最後一站了 剛才在附近的公園都見到杜鵑花 一到春天 那些杜鵑果然是無處不在 我今天為了它 真的走到腳都遠了 來到最後一關 怎麼都要過它 究竟紅杜鵑在哪裡呢 就是它了 紅杜鵑 一看就看到了 完成挑戰這麼開心 不如順便看看這裡其他品種的杜鵑 一到春天 香港周圍都見到杜鵑花 市區的公園有 學校校園有 路邊有 郊外和農場都有 果然是全城花 雖然我走過的地方 主要都是九龍和新界 但是港島區的朋友都不用失望 因為其實香港動植物公園 都有原生杜鵑花 還有不少其他品種的杜鵑花 不如一起看看吧 好 看看 10 那是 我們在床大戰爪 我們在床大戰爪 我們每次小朋友 我們在床大戰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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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耶!我終於走運了這麼多的地方 找齊香港六款原生杜鵑花 對我來說都是一個壯舉 不知道你們會不會想試下接受這個挑戰呢? 又或者去行山的時候 都試下欣賞下四圍的杜鵑花 不過去不到也不要緊 因為2021年網上香港花衛戰艦已經開始了 今年還以杜鵑花作為主題花 所以一次過看好這麼多款杜鵑花的朋友 記得留意啦! 我記得留意啦!